資料啦 我想這邊的話 你打開放資料有一堆了 然後裡面的話當然有那個台北市政府的 或者是一堆新北市政府的 然後還有其他甚至相關的說明 我想有機會自己可以再了解一下 裡面其實東西還蠻多的 還有甚至是什麼呢 政府 應該是中央政府的吧 中央政府裡面的話有一堆 哇 這麼多 這最好 所以最好的話就最花時間 等於回去的話也許你可以找一下 它有沒有什麼最熱門的 最熱門的它有沒有全部 我記得它之前有一個什麼熱門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自己再針對 哇 這邊都有 所以你看開放 金融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花一點時間研究的話 這裡面有蠻多東西是可以直接拿來用的 很多寶貝 但是這說真的 這又是另外一門學問的 把開放資料全部 或者是開放資料跟 就是Python結合的這一部分 其實也可以拿它來做很多事情 甚至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撈下來的東西 再給手機APP去使用 OK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你光手機APP 就可以變出很多的東西出來 中間經濟生 就可以了 哇 這裡面 不過要懂得去把它資料做善用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當然我們重點是 擺在去爬下來 因為這東西其實又另外的一個支持 那裡面的話 格式部分你會發現 它目前還是以CSV最多 有沒有 然後呢 Jackson的話呢 大概G次 XM 然後這PDF等等的 然後還有提供eSail檔案 不過好像政府盡量用那個 就是自由軟體 或者是非營利的 OK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 我發現還是以CSV佔比重最高 其他 我們這三個一定都會講到 所以這CSV裡面有哪一些 兩萬多種 光這些東西就已經不得了了 OK 所以也許 你如果願意花時間練功的話 這裡面可以有很多東西 很實用嘛 對 誰說說真的啊 這很 也許有同學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們介紹 當然用在哪些地方上面 看你有沒有分到哪些公票 你的公司 對 營業怎麼樣 大概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呢 待會請各位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用什麼呢 行政院的這個環保署好了 這個一樣大家都很關心 那我們一樣從這個CSV再來 做一個練習 那首先 一樣喔 CSV所以你會發現CSV最多 所以如果你 兩萬多筆 Json不到一萬筆 所以比重看起來好像大概 CSV就佔了七成了吧 七成八成 都是 其實他比較單純 而且比較接近以Sale 以Sale大家也比較能夠理解 Json是Key Value Key Value 那XML是一個樹 一個根 然後出去開枝善葉 又一個出去 一個出去 一個樹 所以你就把它想像成一棵樹 一個Tree 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抓下來 你就要用那個 用樹狀的結構去理解它 才有辦法把XML知道把它爬出來 OK 這三個我都會講 所以我們都以這個PM2.5來當例子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反正全部都知道了吧 而且藍貴名稱我們都知道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啦 至於說你要做其他變化 請各位自行再去找其他的範例 光中央政府單在開放資料就做不完了 OK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這東西真的是蠻實際的 這三個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那這個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怎麼分析它吧 所以第一個 一定要標準化流程 點下它之後的話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下載了 1 好像還沒下載 先點它一下 它會下載 對在這裡 2的話呢 開啟它 右鍵先做什麼呢 先開啟 用什麼呢 用那個記事本 先確定一下 它是UTF-8 還是CP950 這邊的話是UTF-8 所以encoding記得要用UTF-8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 還要知道第二個 因為我要 那個CSV 它斗點斗點 可是它每一行 每一 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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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斜線R,反斜R,對不對,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你也不用亂槍打鳥 反正就把這個軟體裝了之後呢 那你就有答案了 程式再來寫不就OK了嗎 Splitter切完之後放在那個list裡面 那就把它先print出來 print出來OK之後的話 再把它丟到database裡面 不就好了,對不對,其實 爬蟲的 假設爬開放資料的步驟還蠻簡單的 所以記得就是記事本 記事本加加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之前的程式也許你就直接複製貼上了 所以我就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我們之前爬CSV的程式 拿來怎麼樣 拿來做 貼過來修改 不過我需要這個網址,所以按右鍵 把它複製連結網址 複製好之後的話呢 也許我就把它放在我們上個禮拜寫的這個 Input一個request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request呢 用get get什麼呢 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把它貼上這樣的話 那就是幫我去把這個東西 從網路上抓下來 當成CSV 丟到HTML 然後告訴他encoding是YouTube8 再來怎麼樣呢 用Splitter 把這個裡面的文字 Splitter之後的話呢 用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剛剛我看到了 有沒有 其實你沒辦法就不用猜了嘛 就是什麼CR 加一個LF 所以LF有的話 如果有CR、LF 那表示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OK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怎麼樣呢 分別呢 幫我把裡面的 總共幾個欄位呢 這邊有這麼多欄位 總共這個側站名稱 還有限制名稱 還有它的懸浮粒的濃度 跟它的什麼建置日期 好像只有四個欄位吧 如果沒有錯的話 如果不確定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把這個Excel的檔案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會有1 為什麼這邊多 1、2、3、4 他網路上看到是四個欄位 不過這邊看到的是五個欄位 OK 那理論上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就五個欄位了 我們把這邊再看一下 按右鍵 把它解 1、2、3、4 對 五個欄位 好 那我們就把這五個欄位裡面 資料分別怎麼樣 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的話 分別給它一個 Printer 這個是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分別是 1、2、3、4 那我只有切四個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 我們也切到了 不過如果要切的話 可以想把它補上 也許我要的 因為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其實 Unit 它的單位 不過這東西也是真的隔行如隔山 那個懸浮例子 不過你Google一下也有答案 懸浮例子的濃度 到底什麼才叫高 什麼才叫低 這個也許自己Google一下 那我們如果今天希望這四個欄位就好了 那所以我就怎麼樣 把這四個欄位的 欄位名稱先放上去 再來的話呢 我就 for i in 第1筆 為什麼1呢 因為我從 那個 它的資料裡面的第1個0 這個0的話是 它的欄位名稱跳過 那我從第1到它總長度 把它整個print了出來 OK 中間一樣是切它的痘點 把它print了出來看一下 OK OK 好 再來的話呢 直接把它輸出 OK 那不過呢 它會出現什麼 AUTO RANGE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最後一筆 它好像沒有那個 看一下最後一筆 你看它這邊多一個這個 它好像多了一個換行 所以 基隆AUTO RANGE 是不是這邊要把它簡易 總長度多1 把它執行一下 之前好像也有類似的狀況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 這邊有可能 你切完之後呢 它會多一筆資料 後面它多一個空的 因為有的時候 當輸入資料的時候 不知道 有人習慣怎麼樣 最後會多按一個Enter 或之類的 就會多一個這個換行 就多一筆資料在下面 好那把最後的這個資料把它扣掉 那就可以 看到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其實 並不複雜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把資料呢 再丟到 SEQUELITE 裡面 因為呢 目前已經把資料抓下來了 但是問題呢 我希望 把它的那個 建置的每一個時間 有沒有 都把它記錄下來 那以後要查 某一個時間 的那個 PN2.5 就比較簡單了 好所以 請各位再把那個 SEQUELITE 部分 加上去 其實也可以 把之前的東西 再剪貼就好了 其實 我們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這個 第一個當然你要 import 那個SEQUELITE 你把它 塗顏色 這個要 import 然後把 這一段 之前做過的 放過來 就是 建Database 建Cursor 然後建 欄位 然後呢 就是 執行 這個 建置的動作 再來就是把資料分別 用 insert into 當然我這邊是用insert into 用exque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exque main OK啦 換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試著把那個 PM2.5 行政院的那個 環保署的網站 他的那個 這個 CSV檔 先試下載 下載看看 待會我們還是一樣 就練習那個 Jackson 練習完Jackson 之後再來就練習XML 反正這三個 就一串的 所以以後啦 反正這三個如果你 開放之下這三個格式 你都會下載的話 上應該95%以上應該都 其他的話像PDF啦 真的PDF下載下來 那你可能 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裡面 就是他就是不 不希望你去解析他的資料 還怎麼樣 OK 所以最重要的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 再來就是把資料 寫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就完成了整個流程 試一下 好